房子的大門倒在地上 滿地都是碎石磚塊 這92億大地震鎮倒的房子 十年過去怪獸依然停在一旁 重慶工作早已停擺 再往隔壁房子一看 老舊的平房還有人居住 但仔細看旁邊支撐房屋的木板牆 早已剝落 游如紙片一般搖搖欲墜 讀國不說 無法想像這裡面還住了十幾個人 曾經是橡皮村第一領長的田阿成 在九二一過後 自願處理災民的重建事務 田阿成表示 當時九二一大地震 橡皮村裡的三個部落全毀的戶數 分別有橡皮部落約三戶 永岸部落約六到七戶 大岸部落最多超過十戶以上 但礙於政府採購法規定 災民想要申請組合屋 必須先向地方申請 再報請中央審查 光行政程序就要走了三年半 期間田阿成面對災民不斷詢問 壓力大到一度病倒 期間也有受災戶 因為等不到政府決策 有經濟能力的人 就先自掏腰包 自蓋鐵皮屋 或是申請原住民國宅貸款 之後再慢慢償還 而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只好先借住在鄰居家 或是直接到外地工作 離開從小長大的部落 田阿成手指著面前的房子 這是最近才剛蓋好的大安部落組合屋 不到樹坪的大小 有三房一廳 一間廚房和一間浴室 田阿成就說 在民等了十二年 等到的還是組合屋 行政院原民會表示 礙於九二一震災條款期限 只有三年 時間早就已經失效 現在行政院原民會 為了要解決全臺原鄉重建問題 目前正在積極修正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裡的天然災後 重建貸款要點 九二一地震災後 目前在岩箱裡頭 只有一個是南投縣仁埃鄉的 熱源部落 我們原民會最近考慮到 有關是在原住民 重建貸款這個部分 我們就研議了一種叫做 天然災害原住民 專案貸款這個部分 這個貸款裡頭 大概就是我們要點 但是我們也是提到原住民 總和基金裡面的管理會 原則上已經通過了 決於原鄉地區 大多賴以務農為生 但有時受到氣候影響 收入往往不固定 所以在貸款時 大都會被銀行拒絕 所以現在行政院原民會 為了要解決原住民族 貸款都貸不下來的問題 修訂天然災後重建貸款要點 未來地方政府 在經過縣議會同意之後 就可以代表原住民族人 向行政院原民會 提出貸款申請 作為原鄉重建之用 最快月底就渴望核定通過 但這已經是走二一地震之後的十二年了 記者以外的九島售 苗栗灘台北採訪報導